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学学测复习的影片 希望你们在准备学测的路上能更有效率 不要忘记了影片速度随时可调快调慢 那遇到需要思考的地方随时按下暂停键 希望你们不会再怨探数学不会不会 不要忘了哦 数学永远不会放弃你们 战胜学测 go 好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呢是数语式是比较基本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介绍数语式就要先从我们高中开始加入的 其实无理数跟有理数就合成了我们的实数系 那实数系里面呢 有理数刚刚我们提到了 其实有理数就是可以写成分数 可是整数也可以写成分数啊 所以有理数你看我们就会分成整数 可以真的可以写成分母不是一的这一种分数 那整数呢也不要忘了整数 我们还分成正整数负整数 像七负三最容易忘记的是 没有正负的零 零拥有毁灭别人的力量 就是别人跟他一成就通通不见了 好来所以零反倒是最容易被你们忘记的 那除了整数之外呢非整数的部分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分数去除一除 它又可以分成可以整除的有限小数 像五分之一就可以整除变成零点二 可是像三分之一呢 你一直除一直除都除不进 其实就变成循环小数 所以真正的分数呢 又可以再分成除的近的跟除的不近的这两类 那刚刚我们提到有理数 简单介绍完了之后 加上五理数就构成了我们的实数系 五理数高中我们学了什么 除了国中根号二 我们知道π lookup对不对 还有sin sin十度二十度 只有在某些的笔子的时候 才会变成有理数 但很多的角度对应的笔子 其实都是五理数 好了我们赶快进入 来有理数 那所谓的有理数呢 其实指的就是可以写成分数 p分之q 所以整数呢 它的分母p其实就是1而已 那我们写成分数 要特别注意 我的分母p是不能为0的 那简单知道 有理数就是分数形态 那它有什么性质呢 刚刚我们前夜是不是提到 其实它又可以再分成整数 可以看真正的分数 真正的分数呢 就可以去把它划成小数分成有限跟循环 这两倍 那你有没有想想看了 为什么就一定是划成小数只有 可以整除的就是有限 不能整除的就会循环吗 还记得吗 高于我们讲过 来 比如说我们以七分之一为例 如果我把七分之一 这个小数 好 来 这个分数化成小数 我们不断的往下除 好 它其实有点长 所以你就一直除了 后就会发现 它是0.142857 往下 我们不除了吗 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往下的余数 余1 那余1我要往下除 不就一开始 我们的1除以7吗 所以我的余数其实就重复了 那这也是就在告诉我 为什么它会开始循环 你想想看 你拿一个数去除以7 它造成的余数一定是有限的啊 因为如果你不整除 你的余数就只可能123456嘛 那既然你余数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整除 我一直往下的话 显然你的余数就会重复了嘛 当你余数重复了之后 那代表你是不是就会开始循环 就像这里 你看我们 刚刚我们牵取了 画面上圈前的这个余数 刚好123456都有了 所以难怪它下一个就一定会重复 从哪一个重复 在那个位置重复 它就从哪里开始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办法整除的话 你一定会循环 所以为什么有理数 你去把它画成分数的话 你去把它除一除的话 只可能整数 或者是有限小数 或者是循环小数 这三类 想起来了吗 好 那这个心脏还可以倒过来 也就是说 这三类 你当然都可以去把它 化成有理数 那整数化成有理数 我想你是会的啦 对不对 好来 那我们刚刚忘了 做一点结论 就是我的七分之一 就是0.142857循环 那想想看 我们这里其实有搭配计算器 你要记得吗 如果我真的拿计算器 1去除以7的时候 会跑出什么样子 手边有计算器就拿起来 按一下吧 1除以7 就根据你的计算器有几位 像如果你的计算器 只有小数点或只有8位 你就只能看到 0.14285714 你不要以为就是这个值 按照刚刚你知道 它是循环小数 所以计算器遇到这一种 它其实都是一个估计值 不是真正的值 所以你不要误以为 你按出来的就是对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在这里处处看 你要真正认识这个数 它到底换成小数的形态是什么 不要以为你手边 有很强的工具 一按就是对的 一定要理解计算器上的误差 好来 刚刚讲说 把这个性质导过来 这三个 这三类一定可以化成分数 那我们说 整数容易 7就是1分之7 那有限小数呢 1.7 很容易 10分之17 对不对 你只要有限位 我就是分母就几个10 那循环小数呢 0.12循环 0.121212 无穷多位 记得吗 可以怎么化成分数呢 这个方法有点特别 我们要把这个循环小数 化成分数 我们先首先 先令它为X 再来呢 存上100倍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 12.1212循环 一样点点点点 我们把它相减 99X就等于12 你们发现 小数点无穷多位的部分 就去掉了 就删除了 这时候 我就可以解说 X啦 对不对 可是 你这时候 你想出来了吗 刚刚其实我讲的 有点快 你怎么会知道 要乘100倍啊 现在 可不可以自己 有一个答案了 我这个的算法 我就是要笑掉 那无穷多位的小数 所以到底要乘多少 你不要以为 每个都是乘100哦 自己试试看 其实它会有规律的 我不要点破 因为我不希望 你们去背东西 你自己想看 你把它移动几位 乘10就移动1位 乘100就移动2位 每次遇到这种 学习小数问题 你自己去试试看 你要移动几位之后 相减 你的无穷多位的小数 就会去掉 你自己就可以知道 那个规则了 好啦 所以 反正每次都是这样的做法 那X就会等于 99分之12 去掉了 约分约掉3 之后就33分之4 所以 不管整数 有些小数 学习小数 你一定都可以化成分数 好来 但是 刚刚我把循环小数 化成分数的 这样的做法 其实不是一个严谨的做法 好 如果你观念不清的话 你常常会有漏洞 好来 那 索性你们现在高三了 好 你们马上就会学到维基分 在维基分的一开始 它其实就有告诉你说 为什么循环小数 它可以化成分数 好 在高三讲的 才是比较严谨的方法 那这里 我只是告诉你说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循环小数可以化成有理数 我用这样的做法 就会是OK 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前景之下 你随便一个试子去把它 乘几倍相减 常常会有错误的结论出来 好 来 那 除了这个主要概念之外呢 再思考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有限小数 跟这个循环小数 化成分数 它们的分母会有点点差异 你知道如果有限小数 我化成分数的话 我分母就可以10 100 1000 看它小数点几位 可是循环小数就不是这样 它没有办法说 你把分母变成多少 就可以直接这样化 你看我们刚刚用了一点 技巧的方法 来 有关这样的概念呢 那就是我们下一个性质 好 它说最减分数 P分之Q 把它化成有限小数的时候 它的分母只有2跟5两个直因数 你就在告诉你说 我不用像刚那样 要慢慢除 才可以确定 它到底是不是有限小数 还是循环小数 我只要去把它化成最减的时候 看它的分母 是不是直因数只有2跟5两个数 为什么呢 其实导过来想 你看如果你是有限位 你化成分数的时候 你的小数点两位 我是不是就100 三位是不是就1000 对不对 那像0以后 我就可以稍微把 因为你的分母100 我可以约掉4之后 你看25 为什么我说只有2跟5 因为你的分母是10的几次方 10是不是2乘以5 那我约掉了2之后 就剩下两个5 25分之3 当然你也可以说 那可是我分数可以认一分子 分母容易认一成 可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这个性质 前面有讲到 我要最减分数 所以你认一成就不是最减分数 我把它约分约掉 它还是只有2跟5 那比如说我们再看8分之3 你一看那个8 就是三个2 所以显然8分之3 你化成小数的时候 它一定是有限位 它不会循环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慢慢除 可是我想要用一点来 刚刚我们有化那个 有限小数化成分数的想法 其实你就是要分母变成10 10的次方 所以你现在这个分母是3个2 我就分子分母同乘 再加3个5进来 但我的分母是不是就变成1000 我的分子375 我是不是轻松就化成有限小数了 也就呼应了这个性质 所以同样的道理 75分之12 你可能会看到 这个75分之12 它的分母除了2跟5 只有两个5 还有个3 那好像它化成有限小数 就不会是 化成分数的话 就化成小数的时候 就不会是有限位吗 好来 其实不是 我们刚刚是不是特别提到了 要最减分数 对不对 所以它分子分母有3 你把它约掉之后 它的分母还是只剩下两个5 所以它应该是有限小数 那跟刚刚的概念一样 两个5 我就搭配两个2 对不对 搭配两个2进来 我的分母是不是就变成100 那分子是16 所以化成小数 一样有限位 0.16 性质 我简单易懂 好来 所以呢 我们呼应这个性质 来看一下 第一个例题 好来 我们以至A是 两位的正整数 位的正整数 很多个 它说A分之105 是有限小数 显然两位正整数里面 让它变成有限小数的 应该很多个 所以为什么 好来 它会答案为1 所以它说 请你找出这个A的最大值 那从刚刚我们的想法 你有限小数 就代表你的分母 是不是只有2跟5 是不是这个想法 小心喔 不是喔 不是喔 我们是要最减分数之下 它才会是2跟5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想想看 你那个105 你那105 你去把它做直音数分解 它357 所以就代表 我可能还没有是最减 我除了原来的2跟5之外 我还可以有3跟7 对不对 所以代表你A 是可以有25跟3跟7的因数 这样的搭配之下 要让它可以变成 A分之105 是有限小数 那个A的最大值是多少 那A是二位数 它是不是介在10跟99 所以在这么多个二位数当中 哪一个的A是最大的呢 那你可能可以去想说 那我就凑凑看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可以有2啊 我可以有3啊 我可以有5啊 有7啊 比如说我老师抽了一个 2的平方乘3乘7 84很接近耶 对不对 那难道84 那你要想 有没有比84大的啊 比84大的 85 86 87 一个人慢慢试吗 或许这样 你可以说老师 反正只剩十几个吧 你也可以这样往前慢慢试 可是 你这样一想 你往前慢慢试 你不就是要试到99吗 那你倒不如 我们就倒过来啊 干脆就从99开始看啊 对不对 99 是两个3跟11 马上看到不可以有11 所以99错 对不对 那往下就看98 98呢 嗯 哎 两个7 我可以有7 可是105的7只有一个 不可以有两个 所以还是错的 对不对 那97呢 97本身就直数不行啦 对不对 那96呢 96 那5跟2没关系 一个3 也可以啊 我可以有一个3 所以显然 我们找到了 所以最大整数 就是96 这样 你会了吗 刚刚概念的 一点点变化 只要考到最大最小子 都会有一点难 所以要稍微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去 把这样的题目 把它破解掉 来 再来 这个影片当中的 第二个部分 无理数 刚有理数的性质 大概介绍过了 我们就要介绍无理数 我们知道 有理数跟无理数 就结合成 所谓的实数 那无理数 刚我们也提到了好了 从国中讲的根号 我们高中加了log 加了三巧笔 那第一个性质呢 他说 无理数呢 两个无理数的 加减乘数 结果不一定是无理数 其实这个性质 是要对照 有理数 刚有理数 我们没有可以把 这个性质写下来 因为你一定觉得clear 你随便把两个分数 加减乘数之后 当然还是一个分数啊 这个在 有理数里面 我们称为 有理数的封闭性 我觉得clear东西 你们很容易就感受不到 其实它是要呼应 不是所有的数系 都会有这样的封闭性 比如说无理数呢 你把两个无理数相加 你看二加根号三 跟二紧根号三 加起来 它就不是有理数啦 它就不是无理数啊 它是有理数啊 同样的 你把二加根号三 个二紧根号三 乘起来 也不是无理数啊 它也会变成有理数啊 所以无理数的四则运算 不一定 还会维持无理数 就是说它没有封闭性 第一个性质 再来呢 刚我们讲嘛 有理跟无理数 合并成实数 实数的每一个点 就对应到数线上 可以跟数线上的每一个点 形成一一对应 所以国中其实有讲过 你怎么把三分之一 五分之一 七分之八 画在数线上 这个部分要自己复习哦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复习 那无理数 你会可以把它画在数线上 你肯定说根号二 老师我知道根号二 我计算器可以按一下 一点是一是二 一点点点 那我就可以大概点 真的是近似的概念 好来 是大约 那以前数学家 我们会有 不及理得的这个做图法 他想用一个比较严谨 其实再怎么严谨 因为我笔有出细 也都会是近似 那所以我们要介绍 这样的一个 此规作图 其实是要呼应 其他的概念 比如说 国中大概会提到说 根号二 我怎么在数线上 画出来 就等下此角三下形 一一根号二 那个斜片根号二 我就可以用原规 把它画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数线上 那个点的位置 就是标准的此规作图 那除了这样的 这个此规作图之外呢 我们介绍第二种 此规作图 因为你二 可以分解成一根 一乘以二 那我们就取一根二 一根二加起来为三 取这个为直径 在竖线上 画一个直径为三的圆 那个圆线在竖线上 好来 那一根二的那个分段点 C点 我从过C 跟这个竖线做垂直的那一条 蓝色的垂直线 CD 那个CD线断场 其实就是根号二 其实我介绍这个做图法 是要讲这个性质 好来 现在看为什么CD线断场 就是根号二 如果我们把这个ADBD连起来 我们会发现 你对到直径的那个角度 就是90度 那这个就国中几何 里面有提到的 拇指枪式定理 好来 可以看得到 这里有三个直角三角形 这三个直角三角形都相似 相似三角形呢 就会对应编程比例 好 就是我们的ACD 我现在只要取这两个 ACD跟BCD 我利用对应编程比例 CD比AC就等于BC比CD 或者把它交叉相乘 CD平方 是不是等于AC跟BC相乘 我们的AC不是1吗 那BC不是2吗 所以CD长度 是不是就根号的1乘2 是不是就等于2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要画根号多少 根号2 你要先把根号2 拆解成1乘以2 比如说你要画根号15 如果你用方法1 你可能要稍微要做几次 可是根号15不是3乘以5吗 那你就可以用3跟5 当然你也可以说1乘以15 可以用1跟15 都可以 所以这个方法做起来是比较简便 不过这个图形 我们后面好会再用到 所以我最主要是要介绍 这个图形的概念 好 这样你会了吗 好来 那往下来 我们看第二个例题 刚刚的有理数跟无理数的性质的中和 来 总共有6个选项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 来先看第一个 每一个选项听老师讲解之前 其实可以先把影片先暂停一下 先自己想想看 猜猜看 再来看对照老师的讲解 比如说第一个 我说ABCD是实数 A加C被根号2等于B加D被根号2 那是不是A跟B就一样 C跟D就一样 好像很容易觉得好像对 这不是这样对应吗 要小心 如果你要一样的话 是要ABCD 它都没有那种根号2的东西 可是你看你题目是实数 没有那种根号东西就是要有理数 这个题目说实数 实数就代表我可以是根号2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很容易找到反例 错的我只要找反例就可以了 我让A是根号2 我让C是2 我B是0 D是3 你就马上发现 我A跟B不一样 我C跟D也不一样 所以显然 这一个选项就是错的 好来 第二个选项 CD这两个如果是无理数 相加还是无理数吗 你们记得刚刚的性质 无理数没有封闭性 对不对 所以我随便找一个2加根号3 跟2减根号3 我加起来 根号3就不接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封闭性 当然就是错的 第三个选项 A的三次方是有理数 五次方也是有理数 三次五次都是有理数 那A是不是有理数啊 你想出来了吗 试试看 好来 可以记得先按暂停哦 好来 那换老师讲解咯 好来 如果我自己在试 我在猜的时候 我想一个数三次方是有理数 不会太难啊 对不对 比如说三次根号2啊 对不对 可是三次根号2的五次方 就不是有理数 五次方是有理数 五次根号2啊 可是它的三次方就不是有理数啊 试着找两个 都只能满足一个 满足一件事情 不能满足两件事情 如果我在那边试着 一直找一直找 都找不到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去猜 那这个学我找不到反例 那是有可能就是对的 那你考试的时候 凭感觉就赶快猜吧 那就是对吧 对不对 因为你找不到反例啊 那我们现在 再多一点思考 有没有办法证明 如果是对的 有没有办法证明 试试看咯 我要证明A是有理数 记得有理数具有封闭性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不难哦 你只要把A三次方乘两个 除上A的五次方 是不是就是A 你的除法乘法具有封闭性 所以我们站出来啦 A是有理数 来第四个选项 如果A的四次方是有理数 A的六次方也是有理数 那A是不是也是有理数 可不可以看出来 C跟D这两个选项是在呼应 嗯 所以有些同学聪明的想 刚刚上面对 这个应该有诈 嗯 想想看 你找到反例了吗 四次六次 很容易啊 找根号二啊 对不对 根号的四次方是有理数 根号的六次方也是有理数啊 可是根号二并不是有理数啊 所以这个选项就是错的 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其实是因为四跟六 他们两个有个公因数二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就是掌握了个公因数二 我找根号二就可以了 刚刚三跟五 那两个三跟五是互值的 所以为什么我找不到 所以第一选项是错的哦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选项 一 来 AB都是实数 如果这两个实数 加起来是有理数 相乘是无理数 那A减B就一定无理数 你觉得对吗 你有自己尝试看看了吗 来 如果是我 我要会去先找一下例子嘛 对不对 我就想两个数相加要有理数 那我就找一个二简 根号三 再加上一个根号三 加起来不就有理数了吗 可是他们两个相乘呢 相乘还是是满足他的 是无理数耶 对不对 可是我把他们两个相减呢 也是无理数耶 当然 我其实不只找这个例子 我还找了很多个 就会发现 A减B好像都是无理数 我就会猜 那他就应该是对了 对不对 考试的时候 觉得sense怎么来的 sense是不断的 你一直不断尝试 经验累积出来的 没有以我们的猜是无中生有 所以至少一定要勇敢的 多拿几个例子 去试试看 好来 所以这个选项 如果猜对的话 那我们一定就可以证明嘛 对不对 那考试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证啦 你就是直接猜了 好来 那这个证明 要怎么证呢 我要证A减B是无理数 无理数的证法 几乎都是用反证法 为什么 因为什么是无理数 不能写成分数的 就叫无理数 就是不是有理数的 就叫无理数 所以呢 那你要去否定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反证 反证法的想法 好 在这里 你看老师 每一个 每一个例子 我会把握 可以掩饰证明的时候 我就会讲 因为 我们大考的指考 其实都是会考证明题的 所以你要累积你的证明的经验 就要从这 虽然现在准备学测 学测的混合体 应该不会有证明题 但是你还是要从平常 这样累积 其实证明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逻辑思考的训练 所以现在我提示你要用反证法 记得吗 所谓的反证 是不是就先否定 先假设 那个A-B 它不是无理数 那它就是有理数 我假设它是有理数 待会要得到矛盾的结论 那想想看 我A加B也是有理数 对不对 因为我A加B是有理数 A-B是有理数 由刚刚的经验就知道 那你把这两个相加除以2 那A也就是有理数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A已经是证出有理数了 那我B呢 我把A加B再减掉A 那剩下的不就B也是有理数 两个有理数 那相乘起来 A跟B相乘 当然是有理数 我们证完了 有没有感觉到 因为A跟B相乘是无理数 那我进来我证到 跟我们以这个事实矛盾 对不对 就跟AB是无理数 这件事矛盾 那就代表你一开始的假设是错的 所以呢 就代表你的A-B 它是无理数 所以刚刚提到 这个选项我们猜对 我们猜对咯 因为我证完了咯 好了 最后一个选项 如果2A加B跟A-2B 都是有理数 那A跟B就一定是有理数 一样 你是不是要先猜猜看 猜猜看一样过程 我就会拿例子去试试看 对不对 我们办法找到 找到AB不一定都是有理数的 比如说有无理数的 2A加B跟A-2B 它们都可以造成是有理数 你去试一试 你就发现很难 因为你要找反例 就是要找A跟B都是有理数 这件事情不对 就是代表不要两个 不一定要两个都是无理数 至少有一个是无理数 对不对 你可以去试试看 你至少有一个是无理数 或者是两个都是无理数的 去凑 凑出没有满足2A加B跟A-2B 都是有理数的 很难 对不对 如果一直都凑不出来的话 那不就代表说 我们又要猜猜看 对不对 你是不是会去猜 那我这个选项又是对 那跟刚概念一样 就勇敢猜对吧 那一样 我们来练习看 可不可以证得出来 是证明它是有理数 我们也不会那么难 因为刚刚前面试过这个 你把这两个 你把2A加B乘以两倍 A-2B一倍 相加就变5A除以5 那不就得到A了吗 A它就是有理数 所以那B呢 我已经证明A是有理数了 那我只要再拿2A加B 减掉两个A 那有理数跟有理数相减 还是有理数啊 对不对 所以刚刚我们的猜测 也是对的 所以在这里 把有理数无理数的一些 基本性质介绍完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复习影片 不要忘记要往前继续 学习 加油咯